你沒找到 我有汽車旅館 好幾名旅客深夜滯留 台中機場出遊行程大亂 因為航班突然取消 根據瞭解這一團旅客總共19人 11號到了台中機場 準備飛往金門旅遊 都已經登上飛機等了許久 旅客轉速最後又被華信航空通知 因為機械故障改成12號 延後一天起飛 打亂原先的出遊計畫 在登機的時候機場才知道說 機上有一套那個緊急救援的設備 少一套 華信航空文字聲明 這一架A1769台中飛金門班機 因為前段國際航班 有旅客身體不適 使用飛機上的急救箱後 讓三個急救箱數量少了一個 為達飛行標準不能起飛 12號已安排班機協助輸運旅客 並給予補償金 11號一天不僅急救包不足 臨時不飛 另外又因為受到農務影響 台中機場視線不到800米 取消航班 跑道上跑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然後就一直等 等到下午都沒有 就是看到霧很大 然後後來又開始下雨 然後大概等了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被通知說下飛機 不少旅客計畫因此大亂 但由於航空公司 僅針對機上設備不足 影響飛行補償四千元 被農務影響的民眾 也只能認了重新規劃行程 3D新聞 陳真棟 江俊昂 李建營 SM小組 台中報導 浮 luz的四千元 Tat